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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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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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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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次的場地比較大 大很多 然後今天正好是美國的感恩節耶 正好打到疫苗耶 就是感恩節禮物 好我是Angela 我們今天來到了 新竹動物園 的對面 來吃這個火鍋 這一家火鍋店呢 就是 好吃果物 那東西怎麼樣呢 我們就一起進去看吧 Let's go 可龍是因為沒有定位 他給我們一個霸台的位置耶 今天來到這家叫做 好市鍋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菜單吧 湯頭 哇好多可以選喔 還有鍋皮辣椒的湯頭耶 好酷喔 泰式東硬工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 醣酸甜甜的 然後石頭火鍋耶 剛剛那個香香的味道 我覺得聞起來很像醉雞 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鍋 是比較像醉雞的 應該要問一下 應該要問一下 QR酷進去就有成人 QR酷進去就有成人 對可以看 可是1388是雙人套餐 OK 然後他是使用台南的月光蜜 然後可以選豬肉 跟牛肉 這邊就是一鍋 然後你可以加 加肉 或是再加海鮮 那我知道我剛打完疫苗 我要吃營養的東西 然後或是買雞肉 啊他這裡有雞肉耶 蒜頭雞燒酒雞花雕雞 所以剛剛醉雞的味道不知道是 他剛剛醉雞肯定是這個花雕雞的味道 那我要來吃花雕雞 喔對 他這個有酒嗎 花雕雞 啊不能喝酒的 不搭花雕雞 真的耶 打完疫苗不能喝花雕雞 還可以吃這個海陸套餐 壽喜鍋 午餐還有海鮮 拼盤 或是海陸拼盤 還有龍蝦耶 好厲害 好大龍蝦喔 最後就是剛剛說的很厲害的加點 好 這裡還有一些角類 剛剛我看到有人點他 那不知道是可樂還是什麼的顏色很特殊耶 我要啤酒也不能喝 這個有阿伯 補釀 用來泡飲 是什麼呢 Paineto soda 就是 鳳梨 蘇打水 Paineto juice 熱的 鳳梨汁 好喔 那我來選喜歡了 我開始有點想睡覺 最後我們決定吃這個石頭鍋 搭配牛肉 然後還會點一個這個 蒜頭雞 蒜頭雞 剛剛聞到很像花椒雞味 但是因為剛打完疫苗不能喝這個有久的 拿了兩個醬料 還有菜飯來了 他還把這個豆腐給他燒花蚊耶 很用心耶 這個是不是要多吃一點 燙餃花 然後還有這個 來喝喝看看 他說是 鳳梨氣泡水 這個可以自己做耶 把鳳梨熬成鳳梨醬 然後加氣泡水 來喝看看 這來了耶 他是烏骨雞 蒜頭火鍋雞來了 菜盤 這個是 豬肉蓋飯 這 真的是肉超多啊 這個是他多加的肉耶 不是 是換成 換成 所以我沒有菜盤 我只換成肉了 我們兩個 分一個菜盤 然後你是加肉 哇 肉超多耶 這根本是一個肉 很多肉的一天 欸 我的蒜頭 很多青菜 把青菜都丟進去 還有我的芋頭 結果居然忘記開火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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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把我的芋頭 遺漏在這邊 因為沒有人喜歡吃芋頭 只有我喜歡 好期待喔 這一鍋滿營養的耶 我覺得 超適合疫苗玩吃的 這個是石頭鍋 有好大的那個杏鮑菇喔 這個是什麼啊 牛肉蓋飯 這個可以吃了耶 然後這個胡椒粉 應該是讓你沾雞肉的 滾起來了 我要來吃了 蒜頭蛤蜊雞的飯頭 超級多的 你看 下面全部都是蒜頭 看得到嗎 蒜頭 超多蒜頭 超多蒜頭 超大的蒜頭 然後它的隔離子都很大 然後我來吃吃看 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連這個蔥啊 都是新鮮切的耶 很香喔 新鮮切的蔥 你吃到吃嗎 沒有 你吃看看味道怎麼樣 我來蘸 我來蘸這個 蘑菇是蘸這個 蘑菇的 我覺得啊 他們一定有試吃過 我知道蘸是不最好的 蘸這麼多蘑菇 你看看 雞肉滿Q的 是蘑菇 是蘑菇 那種比較Q的肉雞 然後因為我有蘸了蠻多的胡椒 它是胡椒鹽耶 它有胡椒鹽 有加鹽巴 是有鹹的味道的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胡椒雞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都戴口罩 所以都不用化走 好輕鬆喔 來喝看看這個 喔 鳳梨氣泡 這種很好做耶 你只要像蘋果啊 鳳梨啊 草莓 你跟糖 一起熬煮 它就會變成糖醬 然後之後再跟氣泡水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氣泡飲喔 喝看看好不好 這沾這鳳梨的味道很香 但是真材實在我 買分十分的話應該有十分間的十分產品 發現一個很神奇的是這個菜啊 煮進去這個 蒜頭蛤蜊雞湯吃起來 超像小吃店的北菜肉的味道耶 很合耶 它很好合喔 超脆的這個菜 超脆的 它這個湯醬的話一定很甜 因為它蛤蜊很多耶 因為它蛤蜊很多耶 會不會怕疼 醫生說要多喝水 來喝看看 有很香的蒜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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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香的 然後跟那個蛤蜊的鮮甜的味道 但是沒有什麼雞的味道 其實它其實不像雞湯 我覺得它有點像蛤蜊湯耶 很香的 湯頭算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感覺沒有加味精 也不錯喔 推薦大家來 接下來要吃一個 雖然不是蛇蜊鍋 隔壁人給我的 這個 牛肉鍋 剛剛我吃的一個 真的是爆炸好吃 直接蘸一下 是不是醬 一點點 蘸一點點就好 完全是入口即化 牛肉鍋 這個非常的好 而且我覺得牛肉最厲害就是它 五花 就是肉跟瘦肉 肥肉跟瘦肉分布很均勻 所以它吃下去有一種奶香味 就是 那個油的味道 不會很新 然後又很香 然後 跟肥瘦比例搭配非常好 這就是非常肉質最好的 這個火鍋肉 接下來要喝的是這個 石頭火鍋的湯 本人每一個都要幫大家試吃的精神 我現在要來吃它的這個是 蛤蜊 蒜頭隔壁雞的蛤蜊吃起來 看是有蒜頭味呢 還是有蛤蜊味呢 嗯 它的蒜頭味道讓蛤蜊的鮮味整個爆出來 蒜頭跟蛤蜊很合欸 果然古人的智慧 很新鮮的蛤蜊 很新鮮味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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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油花分布很超新鮮 所以有一股奶會這樣爆出來 所以現在火鍋店我覺得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的肉肉 味道還蠻新鮮的 食材選的肉很好 這裡有一個快速點餐 用QR庫點餐掃描 點餐 選餐 確認 然後就點餐完成了 我們今天吃的東西滿500塊 先換一張 算是可以換這個肉了 然後雖然我們買了900多 但是那個人就說 沒關係他就給我們兩張好了 所以下次給我可以來兌換 歡迎大家來這家人說 他就說 好適合